哇咱们要走好远好远 我们现在走的路跟我们的创业路是一样的 下坡上坡吗 好像一直在下坡的样子 王廷你知道你孙悟空的时候是在这个沙滩搞的吗 缘分开始的地方 最后一次参巴的营业 为什么会选在那个沙滩 那里好像离大家会比较远一点 那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加私密 就是那一次就只属于我们三个人嘛 然后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那儿享受那个当下 四十啥子吗 四十啥子吗 冰哥 回个头 走 冰分让我们相遇不是意外 难得见到有歇叶的就是浪声和雷电一起的 不 难得真的 因为咱串电开得太火了 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很多时候都吃不上 吃不上 你们都吃不上 真的 就为了方便客户嘛 这个不容易 做生意不容易 真的 今天火太旺盛了呀 所以之前我们要搞这个串扒的这个 意义是在 这个集团的目标就是说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类访谈的节目节目吗 真的我们的初衷居然是访谈类 对 我们当时是哪根筋大错了 哪根筋都错了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会很很 会觉得咱们这节目很煞 然后会觉得咱们这节目就是整个 《桃花屋》最顶流的一个节目 所有人都喜欢 所有人都盼着来这个节目 每天排队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在总导演的定位是 职男搞怪 汉堡是几个职男特别的搞怪 搞怪 哪里搞怪的 我们就是又忙又得花贡献值 又挣不到什么钱 血本无归 咱们哥哥请夸会我 今天怎么考的这么快 今天不行 没熟不也可以吗 咱们自己人吗 来干串 干杯 这是咱们三个第一次自己 是的 哥哥哥算了 人家算了 吃了 吃了 尝尝这个 尝尝真的 很高兴的是你们 很高兴的是你们 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俩是一辆车来的 所以你们俩其实认识的更早一点 我认识的很晚 也就一天 早一天 对 也就早一天其实 第一次来大通步的时候 我还离你们俩挺远的 那你是离我们真远的 真远 顶头的是沐浴 然后是我是 然后是大叔 大叔你是不是就是 故意想挨着我 挨着我睡 嗯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作品 我特别喜欢那个 感情感情 哎 在三个人的故事里面 总是有一个人 要享受孤独的 除了大通铺 我第一次来是跟五大镜一舞 第二次来是跟你一舞 第三次来 杀 杀 今天老串访 对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这么个 这么个桃花屋最垮的企业 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挺完整的 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了 对嘛 就是长大了嘛 成熟了嘛 我也我也是觉得你长大了一点 是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 更更加认识我呢 肯定有啊 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相处 都是时间嘛 嗯 你没有时间你 你没法去 去去去说 这个是我好朋友 这不可能的 是的 朋友们 就是要结束了 给你们最想说的 一个人讲一句话就可以 好吧 哥哥先打个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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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大静给我印象最好的 是他当屋长的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要求别人要怎么样 他让别人有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大静其实是个非常欣喜的人 是一个超乎年龄的成熟的人 哇 且热爱考串 我们希望加姆斯的考串能够 连锁一下 但我们连锁一定肯定不做黑店 因为毕竟有王河迪跟我在 那这天可得垮呀 我是第一期被财的时候我就说 我对职业运动员会有一种莫名的尊敬和喜爱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职业运动员 然后我可能会更能给他到 能到你这一天你呢 你要吃什么样的苦 总之我觉得就是我认识一个 有这样一个成绩的运动员 他是我的兄弟 我很骄傲 哇 好朋友 没想到能夸我 武大静退役的时候 我们去接他下班啊 对 这个是我们聊好的事情 大静你退役那天 我们一定见你下班 好 哎呦哎呦 哎呦 弟弟 弟弟本质上才是这个时代可能很稀缺的人 知赖知网的 那一挂 你比我自在一点 就我要尽力处处 我还会估计就是说 吵醒室友啊 或者什么怎么样 这个是试团 哎 你这会怎么 哎 哎 在批评我吗 批评你了吗 你没批评我吗 没有没有 批评你什么了 没有没有 批评我吵你啊 你站起来告诉我 没没 你批评 你批评我吵你了呀 我批评你什么了 你不是 好像是比我高点哈 请坐 我觉得王鹤蒂呢 是 一股清流 我觉得在他的性格里面呢 就是我喜欢你 你就是我好兄弟 我不喜欢你 就连朋友都做不了那种 我发现咱们这几个极端 真的真的凑到了一起 他是对所有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极端 你是对生活的极端 对生活挺极端的 可能 我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说王川军这个人 是享受生活 但是并不是热爱生活那种人 哇准确到报 大哥 是吗 准确到报 我跟你讲 我进桃花屋的时候啊 我想的是 我不要跟王川军这个人相处 我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网上看的那些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 自己想法 有个性 有这种就是 有这种各种各样毛病的一个人 反正就是我怕我们俩会有矛盾 所以在我们没见面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 你对我认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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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发生了好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眼神会对上 然后 我就是在开始无休止的 君哥你帮我一个这个 君哥你帮我一个那个 哥 你体验你 真好玩这个 这么嗨 走啦 教练 不想打篮球 臭哥哥 哇了 凌云那天你们俩陪我 不是也不是陪我了 反正就是咱们三 就是陪你啊 我是为了嗨 然后给你们发出的邀请 让你们陪我吧 发出的邀请 老回去给我看一眼 是发出的邀请吧 发出的 发出的喊 要求 请柬 你忘了 他也特意写个请柬 给你发 发现那一刻的那些画面 我很感动 我其实挺感谢 桃花屋的所有的阶段 每一天你的陪伴 兄弟你对我跟大金都很重要 我们就是为了你想去干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 因为你的关系 我们才得到了那些 更多的 收获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我谢谢你吗 也可以啊 不用客气啊 我就觉得吧 我们三傻串吧 其实 触摸到桃花屋的真谛了 来来啊 W Love you brother Love you buddy 这是旁边吗 旁边我不害怕 你说他知道那边是海的方向吗 你知道哪里是蓝筐的方向吗 我知道呀 哦 那就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他是知道的 咋的呀朋友 回来给我们烤串啊 回来 三傻串吧 也有三傻串吧的风格 六五零有六五零的样子 音乐吧也有音乐吧的样子 我们虽然现在赛不出水平 但是我们可以赛出风格 哑哑哑哑哑哑哑